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安卡来说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度 安卡会用怎样的战术来应对我们的中国巨人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后 经过短暂失踪后 安卡马上以松本的草地暴踢苏林员 结果长召苏林员以重拳重击 接下来安卡想用出正灯 结果有点失散不出来 而后苏林员以连续重拳外加松本的顶息暴打安卡 不过安卡丝毫不畏惧 以重拳外加正灯还颜色 接下来苏林员长召安卡以草地暴踢 紧接着安卡马上用出楼爆动作 以防被苏林员暂时中击 而后在面对渐渐逼近的苏林员 安卡选择离得远远的 接下来安卡想要暴踢苏林员后 马上选择落荒而逃 结果随之被苏林员追身暴打 这也让安卡只能再次去楼爆苏林员 而后双方马上进行了凶猛的相互扫踢 接下来在面对苏林员的蒙古之下 这确实也让安卡有点被打趴了 安卡只能再次去楼爆苏林员 以后安卡的扫踢似乎只能是 雷声大与顶小了 最终苏林员抓住机会 连续中拳外交双本的顶期 直接KL对手赢下了比赛 安卡也被打得够呛 裁判都刚怕了马上叫停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 苏林员竟只用了80秒的时间 就让对手打散KL了 只能说苏林员的拳和腿真的太重了 现在的苏林员林员才只有20几岁 也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 也期待他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机会局赛事 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